你把上一年表现很好的这些行业 你卖掉到下一年 补上这些 基本面还可以 前两年表现不太好的这些行业 那就是说应该不是太差 我原来整结个这样一个规律 我简单说就成为这样两个房市 就是房市公布基金 如果你过去两三年 还有那些行业都很差 那你第二年你买进来 这下一年你买进来 大体上你的业绩保持在墩上游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如果过去两三年都是很强的 那么你下一年卖掉 大概也不会吃亏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那么还有另外一些人 做了一些贵纳分析 头牌的基金经理 就是比如说上一年 跑了第一名的 下一年大概率不是那么太好 我整结这么几个电影 一个你业绩还是保持稳定的 甚至略有小幅上升的 然后你分环收益率比较高的 这些机构可以长期配置 它的业绩不会大幅滑坡的 这些难超股 你配上去大概率不会太差 当然它很难说 表现很好 因为它爆发力不强 跑个蹲上游 问题不是很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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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